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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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背景我已經介紹好 我們現在來看這裡面的 我試試看我們先從那個 平信圖勸譯說 就你們印的那一張材料有正反兩頁 有一個平信圖地位中的各種聖招有沒有 我們從這裡開始 看 這我已經把它剪過了 摘下來的 印給你們 就我剛剛跟你們提了 有一次世界主教會議的主題就是平信圖 所以什麼在屬特質都在這次主教會議中定出來的 那在那個基礎上來看 平信圖地位中的各種聖招 教會豐富的多樣性在每一種生活中更顯出來 就是教會生活有很多的樣子 那在平信圖地位中也有不同的聖招 就是我們平信圖的聖招不是都一樣 尤其我們平信圖的人數那麼多對不對 大家的行業啊 各樣的發展都不一樣 所以他在講我們平信圖有個基本的聖招是教友的聖招 就是同樣是教友他的聖招生活的路 附近可能不太一樣 還有使徒工作也不一樣 比如說我們有一個 對上次問這個話的那個同學今天沒來 所以好可惜他沒聽到 因為他問的問題是 他說我們的講了一個半月 好像大部分都在教祈禱對不對 我也用那個祈禱試試看 因為那幾個聖人像伊納爵跟大膽 特別貢獻的就是祈禱 所以用那個方法 所以他問了一個問題說 就是聖招生活就只是祈禱嗎 我說不是 我想有機會在這裡提一下 你看使徒工作也是 使徒工作也是信仰的表達 跟你的靈修有時候有關係 也不說就等於靈修了 但是不是只是祈禱 當然祈禱跟這些有關係 但是使徒工作也不同 比如說有的人特別 比如說 我舉幾個例子 就有的比如說因為自己有小孩子 就特別注意什麼去帶主日學 很多時候就這樣很自然的 那也發現帶了有時候小孩子大了 你還繼續帶主日學 因為你覺得這是你的一個使徒工作 很自然的 那有人可能因為婚姻協談的時候 他就去幫忙做這個 還有人可能因為他是 他就喜歡幫青年 可能因為他是個媽媽 也可能他本來就是青年 他就覺得我們青年要在一起 就一直就產生了一個所謂使徒工作 那這個使徒工作是天主領導我們的 並不一定是誰派給你的 這是一個很本質的差別 當然也可以包括別人的邀請 可是本質不是別人邀請你 是天主招教你 平信徒地位中有不同的聖招 他講到對不對 所以他是一個聖招 記得普遍成聖的招教 他是一個靈修上的招教 招教我們成為聖人 像我的奶奶很可愛 他們老人家 我就是還不會講這個神學名 他說我們都可以上天堂 他說不不不 我能夠去煉獄就不錯 其實他說沒錯 因為我們都不成全都會去煉獄 可是去煉獄是為了要去天堂對不對 沒有人為了去煉獄去煉獄對不對 我奶奶是對的 可是他的觀念我聽得不只他 他們老人家都是這種觀念 就有點無形中看自己比較低 所以他們會覺得說 如果天主要我成聖人 不可能我是罪人 你們聽得懂這個邏輯 那普遍成聖是一個招教 天主邀請我們要成聖 成聖什麼就是 耶穌在瑪豆福音說的 你們要像你們的天上的父一樣成全 所以天主對我們的期望很高 他願意邀請我們做這樣一個成聖的人 所以這是聖招 因為很多的教友以為 這樣的招教 天主招教人 是只有發生在修道上 那所以我剛講 很多平信徒並不知道 天主也可以招教我們 知道了我們就會很高興 也理解發生什麼事 所以是可以的 在靈修生活使徒中 有平信徒個人的不同的招教 因為有不同的聖招 所以有不同的招教 在共有的平信徒聖招的田園中 就我們都是平信徒 要特有的平信徒聖招 這就是這裡 他這講的有點太複雜 我這個講有個別化的生意 就是我們成聖的那個路 每個人都有一間個別差異 像我們現在教小孩子 不是說要個別化嗎 就是我們 因為我們每個人的家庭生活 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像我的太太 她是十年沒有去工作 就照顧孩子我覺得很好 但是我有些朋友同事 他們還是工作 也是好教友 當然這樣照顧孩子 覺得有點點 孩子比較可憐一點 沒有那麼多的媽媽的照顧 但是他們在他們的環境 做了他們的選擇 也是好 可是這兩個路有沒有說哪一個比較好 我都跟他們說 你選了就這樣子走 因為每個人的環境的情況 你能跟不能有很多的限度 就會變成不同的路 這就是一個具體的小例子 因為我們的教友生活 都是很具體的 比如說有的教友他沒有小孩 他喜歡小孩可是沒有小孩 對不對 我也看到很好 他們後來真的很慷慨的就收養 也真的就愛孩子 也是他的孩子 這對我們傳統中國人 我不知道有容不容易 好像有點血緣的那個問題 對不對 可是天主的愛可以突破 還有的人自己有小孩 還又收養別人 因為天主給他一個愛 好像他就有一個使徒工作 所以這些使徒工作 不一定是教會內的 叫做天主的招教 有些是教會外的 社會上的也是 OK 所以不同的道路 所以在共有的平行族聖照中 會有特有的平行族聖照 就是我們在同一個是基督 基督徒我們教友要成聖 有這個使命 可是有各種不同 所以他舉了一個例子 教會有不少的俗師會 就是在俗團體 所以這裡主教會議教長說 聖神激起其他自我奉獻的形態 人們可以奉獻自己 卻完全保持平行族的身分 就是他們雖然是一個奉獻的人 但是他們的身分是一個平行族 就是在俗生活的人 像我們的團體 有些姐妹是獨身奉獻 因為我們團體一開始就決定 我們要做一個教友團體 就是在俗的教友團體 所以我們開始 因為團體熱心的時候 就會開始有人有聖招 就當神父修女的聖招 可是他當修女就不是團體了 因為我們團體要是教友團體 所以很快我們團體分清楚 他們就是教友 像我們福大一個謝老師 他是法國人 他在教法文系 他就是一個我們團體在俗奉獻的姐妹 那他的身分是什麼 是修女還是教友 教友 這樣聽得懂嗎 所以他要自己賺錢 自己養活自己 他們有時候也會幾個 這樣子獨身奉獻的姐妹 住在一起 可是不是一定的 那現在就是住在學校的宿舍 學校有些老師會住在宿舍 就是這樣子 那這是一個在俗的生活 為什麼講大例子 因為很可愛 今天中午我一個學生是修女 就跟我聊天 就問一個事情 那我就說 他們有一個小小的那個 朝拜聖底的聚會 好像星期五 我就跟他說 是一個我們的姐妹帶的 法國人 他說 是他嗎 可能我知道你說的那個人是誰 他看起來很像一個修女 我說 對 他是我們團體奉獻的姐妹 他不是修女 可是我懂他的感覺 他好像一個修女 聽得懂嗎 那他是不是修女 那不是修女 他是一個教友 他要賺錢養活自己 要自己去吃飯 所以就是在俗的生活 這樣可以 因為今天剛發生 我想這是一個好例子 讓你們看 這樣有沒有差別跟做一個修女 有差別對不對 他真的生活就有差別 修女要回會院去對不對 傳統來講 除非你特別 比如說我們有些修女是來台灣讀書 只有他一個人就住宿舍之類的 可是基本上他們本來要有會院 所以這臉上就不一樣 所以他們有沒有自我奉獻 有 可是他是不是還是完全是一個教友 對 那我們的團體也有 夫婦 也是可以奉獻給天主 但是他還是一個教友 聽得懂 所以這個類型不一樣 就是現代的這個樣子 我們先從這裡來看 後來先這樣給一個背景 後來我們讀方濟沙蕾的話 你們就可以了解 為什麼這個主教會議說 他是第一個 這樣子 我想這個是最重要先講 好 為了做這個結論 他就唸一段 提倡平行徒禮秀的方濟沙蕾的每一季文句 他就開始 直接你看引用他這本書 前程對不對 你們聽我講過我們的講義 路德之門或者陳聖捷徑 他的原文是什麼 前程生活的簡介 你們 你們知道他講的 他就在用他這本書 他說我們的成全就是在聖神內 生活 那就開始講什麼 他講一個非常可愛的 他講創造天主讓樹開花對不對 可是每種樹就開不同的花 接不同的果 也讓所有的基督徒 他說也是好像活的木頭一樣 按每個特經跟聖招 切出前程的果子 前程我就在這裡直接講好了 他在這本書我念一下 他一開始這本書的開頭 就講前程是什麼 他有一個比喻非常可愛 第一個 前程的本質就是愛 所以我講講講 後來我會再講他的來源 為什麼是義大利學派 因為義大利的學派 特別重視的是前程就是愛 他的解釋前程是什麼呢 他形容給我們聽 愛德憑著他會 愛德推出我們守天命 他形容前程就是愛德 可是這個愛比較又不一樣 這個我先解釋 後來你們就會看到 這是義大利學派的特點 前程吹破我們守天命 就是好像你很自然的想守天命 所以前程有一種特質 是讓我們比較愉快的 願意的去說 所以前程他說是一個愛德裡面 比較高的等級 不只讓我們喜歡修德性 不是喜歡 不是讓我們願意勤勉的修德性 勤勞的去修德性 而且好像愉快的想去做 這叫做前程 很特別 他寫得很好 這個道理你們聽懂了 你們覺得怎麼樣這個道理 我講過聽懂的人會感覺 哇 很少道理聽起來這麼舒服對不對 有沒有看到 這是義大利學派的特點 其實我一直想介紹這個 比較小的學派 他很有趣 很有趣 因為他的神修的那個軸動力在於愛 那個愛他特別他們用虔誠這個說法 就是我們要愉快就高興的去做 是會讓我們整個精神會更強 強是一個情況就更輕鬆 易於行善 好像一塊肉你知道直接盪來思思一回 有了很好的調味更容易的去做 這是義大利學派整個的特徵 在方濟沙雷身上顯出這個樣子 好 這個我們就這樣講 因為後來這樣講 因為我們可以整個看你們回去用 就會翻看懂 那基督徒要結出前程的果子 所以你們現在懂我說前程什麼意思 你現在看出這個時候就會要記得 這個很重要 那個前程的果子是一種 好像我愉快的想去做 跟前面講的聖招有關 天主有時候會召叫我們去做 有的是可能吃力不討好 可是你可能偏偏就愛去做對不對 那有一個前程的痕跡在裡面 因為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怎麼了 那其實是前程 那這樣我們可以愉快的去做這些事 因為你不要跟別人比 因為別人可能沒有前程 只要說起來有困難 你不要說我不是困難 這樣也可以啦 那大家聽不懂人家說 因為你自己也不知道 為什麼你會這樣反應對不對 就像我剛剛問你說很愉快不容易 不會困難對 可能也有一點前程的那個果子 你會發現守見命不難啊 聽得懂啊 可是另外一個人可能就覺得 守見命是應該要守的 應該也願意 可是有困難 好 前程依照不同的方式 你看他在書上寫說 為紳士工人仆人親王寡婦女子 跟已婚 他們那時候有貴族啊 歐洲有貴族王室這些 就是不同身分的人都不一樣 就都不一定一樣啦 不是說一定不一樣 這裡啊 所實行 就前程可以按我們的身分而實行 比如說你是一個 可能是一個貴族 你可以常常很慷慨的 你知道有錢人雖然很多 台灣也不少 願意慷慨奉獻的人不多 對不對 可是有的有的人 可以很慷慨的奉獻 可是另外你可能是 賺錢少少的 你還是可以慷慨的奉獻 一點點 可是你可能在慈善上面 不能幫教會跟社會很多的忙 因為你的身分不一樣 就是有不一樣的那個運用 好接下來實行前程要 你看他講不同生活的方式 會不一樣對不對 還有實行前程要適合 每個人的時間工作責任 這都很重要 他這每一點重要 有的人 我記得有人是這樣 他是好心很好的人 他說可是他是很忙的企業家 他說我就是沒有時間 他很願意用其他的方式來幫忙別人 也不一定是教會 那你要看你的樣子 不能說人家都 每個禮拜都在教堂留下來 那個打掃 我也打掃 不要說因為你是大老闆就不打掃 但是有時候 不是因為你大老闆拿橋不打掃 是因為你是大老闆你沒時間打掃 所以你要按你的狀況去安排 也可能你是一個加班的上班族 所以你沒有太多時間做這個 那你再用別的方法 這點很重要 就是你按你的時間 你的工作跟你的責任 比如說像我們小孩子 現在就不太在變化中 以前小孩子小的時候 我們那種有小孩的爸爸媽媽 我後來到外國也一樣 上教堂都是大包小包對不對 那個小孩子兩三歲的時候 你們有沒有看到 我們爸爸媽媽帶小孩上教堂 那每次我就覺得跟打仗差不多 好像所有的補給都帶著 有的媽媽要帶 孩子什麼這個那個 我到外國也看 那個媽媽帶去教堂的時候 都是有個背包一大包 就那個時候他的責任 是長的是那個樣子 那我們現在就沒有那一包 不知道什麼時候 就沒有這一包 我還記得小時候 那個上教堂的感覺 什麼都要帶 因為他會尿濕啦 會尿布啊 會要喝奶啊 有時候他有無聊 他拿出一本小書 什麼給他看啊 把他塞 有的要塞奶嘴啊 那個時間 不過你們好像 在那個時間的不多 所以你們看看你們教堂旁邊的人 就是我們看看 每個人不一樣的責任 可是現在就沒有 我們就上教堂就是 孩子自己不需要什麼 所以按每個情況 每個情況不一樣 然後設法從軍營工廠朝廷 跟已婚者家中 取消虔誠生活 是錯誤的 甚至異端 意思是他在那個 待會我們看他這個 路德之門的序 他就有講 他說 有的人以為我們 在世界中生活 而且是在城市裡面的 是不能夠過一個虔誠生活的 他說不 我不覺得這樣 這樣你就懂這個上下文 他說有的人認為說不行 他說是錯的 甚至是異端 非樂代亞就非樂天啊 這個是直接翻那個字 那這個中文這個 路德之門他的翻譯比較好 叫做非樂天 他一樣啦 philosophy就是愛嘛 愛虔誠啊 他其實是這樣 那他翻成非樂天 就是那是一個人名 那也可以說是他 他寫這本書 就是寫給非樂天這個人 可是這個人 這個名字聽起來像是一個 是一個假名 這樣懂嗎 是象徵愛天主的人 不然你們突然看到一個 非樂代亞就不知道什麼東西了 就是非樂天 就是那個非樂天 因為他翻譯喔 就是他這本書是給 寫給非樂天 但我們後來會看下一個 他就是說 不只是這個寫給的那個 某一個非樂天 也希望其他我們都是非樂天 就是我們都是philosophia 就是愛字嘛 就是愛天主的 就是喜歡虔誠生活的人 能夠 他在解釋 的確末觀的引修跟修會的前程 不能實行 就是我們不能過 末觀是嚴格來講的 我們以前老實說大寫的 monastic 像我們以前講說 引修生活對不對 monastic contemplative 就是像大德蘭那樣子 整天安靜的那樣子 我們做不到 因為我們要照顧小孩 要工作這樣 或者monastic就是引修的 或者修會 因為我們不是修會士 我們不能做這樣子的方式 但是其 除了三種以外 還有適合生活在俗世中的 其他成全的前程 有看到嗎 所以他告訴 他也反映的說 那時候他那個時代 方基沙雷那個時代 覺得要成聖 應該就是像修院 或者引修院 或者是很末觀的 好像你一個人 像加拉利娜 我們之前講過有沒有 他把自己關在斗室裡 就兩年都不去工作這樣子 很深這樣 好像這樣的就是很高超 那我們這些不能這樣的 我們每個都要上班 你們都上班這樣過來的 那我們就高超不起來 聽得懂 他要解釋說 不是只有這些方法可以前程 還有別的方法 這也是為什麼大公會議用 不大公會議 主教會議用了這個 他在基督徒歷史上 算是第一個為平信徒寫的書 他就要解釋這個差別 我也希望這樣子提 讓你們可以看見 我們平信徒 我們在城市中 平常生活的人 也是可以虔誠的 也是可以過一個靈修生活 也是可以過一個 承聖的生活 一個有使命的生活 接下來他說 犯惡強調 平信徒靈修要根據個人的生活地位 我剛剛提醒過很多次 你要按你的身分 所以你的身分跟別人不一樣 不一定可以類比 相反的像我前兩年才跟一個學生 他也是一個媽媽 我就會問他孩子有沒有上主日學 他就是有困難 他先生不是教友 他也帶孩子上主日學 孩子不想去這樣 你聽懂那種問題 小學生這樣 我就跟他說 沒關係你以前很努力了 我就分享我們小孩上主日學 是有那個要上不上困難這樣掙扎 就是我們現在父母的原因 因為我們台灣現在的主日學 我不知道你們了不了解 因為你們跟我一樣 這樣當年輕父母的不多 我們教堂主日學都萎縮掉 因為我們教會現在人比較少 所以很多教堂沒有什麼 比較好的主日學 就是說 因為孩子太少 湊不太起來 主日學 或者沒有主日學老師 就會不容易 只有幾個比較大的堂 比較健全 那孩子又不見得都適應對不對 要跑 所以有這些 種種的困難 我們又不像以前是威權的時代 以前的爸媽說了 小孩就聽對不對 不然棍子就拿出來 你知道現在家庭沒有這樣 你不能說為了天主拿棍子 你們聽得懂那個脈絡不見了 以前爸爸可以說 叫你去上學 不去就拿棍子 你就聽對不對 所以禮拜天去教堂 不用拿棍子你也去對不對 你聽得懂 現在都要用商量的對不對 那為一去教堂 媽媽會翻臉 你們懂 那個脈絡不見了 那所以要按個人的生活情況 可是同樣類似的 比如我們的青年人 有時候現在有些 心中的一些掙扎困難 你們可以一起 談你們的狀況 會發現 我們狀況差不多 A跟B跟C不一樣 可是也都差不多 那可以互相的鼓勵啊打氣 這是很重要 會然後給一些小建議啊 不一定建議有用 像我給他建議就是說 你已經很努力了 繼續加油就好了 也不要太責備自己 因為他小孩現在沒去嘛 所以還沒開聖理 他也心急 然後我就說 沒關係先祈禱慢慢來 因為我的孩子也是這樣 我孩子本來是不要領間證的 就現在小孩比較自由 好處是來跟你講 他不想領間證對不對 缺點是 我就不知道他要不要領間證對不對 他最後說 好我去領間證 所以有一種辛苦 這樣子 那你們在你們的情況也會有這個 那 記得 根據每個人的生活地位 這些每一項 你們現在聽起來很像抽象 因為他是給全世界的 不過你們自己可以畫起來 你自己的情況你可以想一想 健康情形 有的人比如說 白天工作晚上還可以 來教學中心幫忙 有的人參加活動就很累 他不太能熬 工作還有體力的關係 那每個人按自己的樣子 不一定是有幫忙的人比較熱心 不一定喔 因為有人就是沒有體力啊 有人的體力沒有那麼強 能夠那麼久 有時候也工作關係啊 還有個人的職業跟社會工作 而有他的特色 有特色 他們要應用聖神所賜的恩惠 依照生活條件 不談不停的發展 所受的天賦跟素養 所以這一段已經講了很清楚 我們的教友的靈修生活要過什麼 就是你要按你的生活 健康 職業工作 然後發展起來 反正對屬靈的聖招所說的一切 也可以用在其他方面 藉著這個方式 教會所有成員 就在主的葡萄園工作 那每一個人都有獨特生活史 一個一個被招教 為天國的來臨做貢獻 不管多麼微小天賦 都是不能長的不用 就是他後面用他忍痛比喻 不是你只有一個元寶 就沒什麼可以做的 我們教友可能生活中 我們很多忙碌 很多要為自己的事業 為自己的家庭生活工作 可是你剩下來的一點時間 如果天主邀請你做什麼 雖然微小 並不是沒有價值 因為我聽 像我聽我們愛麗神父就講說 他們耶穌會 你知道耶穌會神父也都很忙 我們歐神父也很忙 這樣 他說他們一個神父的工作 在輔大的話 要三個人才能代替 因為神父沒家嘛 他們都可以從早工作到晚 的確工作量上不一樣 可是不等於我們教友的貢獻 在天主眼中是不重要的 聽得懂 他這一整段講的是這個 這個 因為我們有時候說 教友以為自己不重要 我們只是來幫神父的忙 有些教友跟我說 對 我就是這樣想 不是 是天主邀請我們來幫忙 可能你幫歐神父忙 但你不是幫歐神父忙 是天主推動你來幫忙 不是歐神父叫你來 當然他可以借著歐神父叫你來 可是這跟歐神父叫你來 是不一樣的事情 可以了解 那我們有時候會以為自己的貢獻 小小的 所以沒有價值其實不一定 其實這就是不一定是這樣子 而且常常不是這樣子 好 所以接下來你看 個人要依照自己的恩惠來服務 像恩寵的好管家 他也提醒我們 就是我們 因為那個他人通比喻有個危險 是什麼 記得哪一個被那個主人罵了 是五個兩個還是一個 一個 一個 為什麼被罵 買起來不用 買起來不用 所以我們教友要注意 不要因為我自己 只有一個他人通 覺得用了也沒用 就藏起來 你看這個是很可愛 這個平信徒痊癒的後面 用這個做結語 表示他對教友的一種期待 就是平信徒這個主教會議 他們很期望 讓教友們能夠活出他的聖招 雖然服務的量 可能沒有神父們多 因為他們是奉獻的人 時間真的比較多 但天主重要看的是我們的心 不是大小 但是我們的教友很容易覺得 神父兄弟都很厲害 就都他們做 那我只要幫忙開車就好 就是開車也很好 可是你要看天主推 你做什麼事情 不要自己就 設限的很大 很多教友就覺得 我只要有望彌撒就好了 其他的好像都是多做的 這樣子我們被天主推動的時候 會有點像我剛剛說的 被推動了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我可以被推動 很多人說 可是我只是教友 說對啊 教友也可以被推動 所以今天要給你們介紹的 就是這個觀念 好